小朋友提到这个太空农场 孩子们我觉得它发挥了很好的一个想象力 就是就像刚才讲到的 确实要激发孩子们这种好奇心 才能会有这种科技的这种动力 所以他讲到这个我是觉得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整个在人航天 是要有一套系统 我们叫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 这样才能有人保证人在上面能够生活 那现在早期的 就是空渊站以前的时候 我们飞行的时候 我们这套生命保障系统 我们叫携带式的 就是所有吃的用的水啊氧气 都是携带上去的 那么现在走到空渊站这个阶段 我们叫再生式的 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 比如水的在利用啊 氧气的再生啊 将来我们的深空探测 比如说我们到月球 到更远的深空去探测 我们叫生态式的 那就在上边人 比如说去种这一些庄家呀 一些植物啊 这些可能就是需要这种生态式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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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